那女兒不要太早談戀愛 大概不能幾歲自情 要幾歲的人 其實我個人覺得 16歲有一點春春的愛就OK 我婆婆我聽到這個話會生氣 我婆婆都會說先把大學念完再講 她說你們太年輕談的戀愛 都不會有結果 我 萬一 那我當阿嬤 我 萬一嗎 What 我 怎麼可能啊 你是說老大還是老二還是老三 如果是許老三我真的會去 我會進行很嚴重的訴訟喔 倒是你有女朋友了對不對 我講對她不是什麼新聞 還好啦 所以有懷孕嗎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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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還沒啦 真的 這邊是都在使用保險套是不是 很方便多說 你又沒有偶包你在這邊怕什麼啊 沒有這件事情就是順其自然啊 有了一定會跟大家講啊 對啊 所以你們沒有在避孕喔 就是 該做的事情會做 不該做的事情就不會讓它發生啦 真的當時有沒有帶啊 欸我要講一個 我突然想到一個 就一直說 一直叫我 姊夫 就是 很像 某個關係 而且他們是很認真的問 姊夫 你什麼時候要出這個韓文單曲 姊夫你什麼時候要再出寫真集 姊夫 姊夫就是一直 姊夫你 就是講這些問題 我都會 第一個立馬 想到不知道 欸姊夫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他好像覺得自己跟姊夫 也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各自的各自 根本就差很多 整問這個會不會太認真了 你還自己怎樣 你還自己在發表下去 誰也覺得他 我自己個人嘛 我當然會說姊夫比較 就是真的 Rail姊夫比較帥 但其實有可能也有人覺得我比較帥 所以那個 如果他帥的話是他的事情 對不對 如果我帥的話也是我的事情 所以無所謂啊 對啊 但是他一定是比我壯 欸 對不對 你沒有肌肉嗎 我其實是比較屬於近瘦 我有點蠻瘦的 這樣子 我真的沒有 他摸到骨頭 他摸到肋骨嗎 欸直接摸到肋骨 我這次真的比較瘦的 如果有的話我也會再跟大家說 你還是有一些脆肉啊 不好意思啊 有啦 有的話我也會跟大家說 就是有各種 有G-Round 有G-Round 有G-Round的話 姊姊最近心情 尋心靈 還OK嗎 還OK嗎 我姊最近 怎麼心情還好嗎 你 其實我們一直在聊天 我們在談心裡面 謝謝你陪我姐好不好 談心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兩個人要多包容 兩個人多包容 然後因為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好像一大半 有什麼我姊姊 你可以問他啊 沒有 不要再問了 網友們也不要再問了 好